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吴明 制片人于东赞不绝口的评价王一博 演得非常好 于东接受中国电影频道2021电影安榜专访 透露电影《无名》相关信息 这位知名制片人 评价青年演员王一博 吴明的优秀表现 于东、博奈影业集团董事长 影片吴明、总制片人 梁朝伟和王一博的海报也引发大家的期待 还有对新人王一博的期待 在《无名》中会看到全新有质感的王一博 他在影片中的造型很多 王一博这个年轻演员很帅 在成儿的镜头下 绝对是意想不到的演出 他的表现力和冲击力是很强烈的 他一正一协是好人还是坏人演得非常好 跟梁朝伟这样的影帝对手戏完全不落下风 梁先生也非常喜欢他也非常赞叹他 希望2022年给广大观众奉献一部叠战大片《无名》 期待《无名》成为2022年最值得关注的大片 别人吹演技都是买通稿 王一博都是真正的业内合作人员亲口夸 控制不住地赞赏 粉丝说会被吵 业内说可 粉丝哪敢吱声而阿 粉丝被吓得鸦雀无声 这话只有大哪敢说 说起来 每一个合作过的导演没有不夸他的 专业人士大佬们合作了解王一博以后都认可他 这个必须得广而告知 2022年电影院见证青年演员王一博演绎的叠战片《无名》 看看具有冲击力的表演